孩子是父母最大的牵挂 但城市生活环境复杂 孩子容易走丢 而近年来拐骂儿童的新闻也并不少见 这些都让家长们对孩子的安全感到担心 在这样的环境下 儿童智能手表应运而生 这种有着儿童喜爱的彩色外观 以及定位通话等功能的手表 获得了不少家长的青睐 但是这一个小小的手表 真的能够让家长们感到安心吗 身边有朋友在用这一个东西 目前来看他们都挺满意的 因为他们日常主要使用 也就是一个查看小朋友定位 然后主要是上学和放学的一个轨迹 小孩子小的时候可能经常在父母身边 然后到了现在也是要读幼儿园的时间了 然后肯定是离开父母 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 肯定是比较光心孩子的一个动向 比如说他去邻居家玩啊 然后我就不用一直要跟出跟入的 然后就可以随时知道他在哪里 然后什么时候回来 可以实时地知道他的一个安全情况 也可以放手让他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吧 因为确实这个儿童安全问题 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很重要 特别是拐带小孩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需要 小孩要有一款定位的手表 这样以方便家长来监测小孩的一个定位位置 在这个儿童节 BCNLINE策划了一个儿童智能手表定位大笔拼 模拟出孩子走丢的紧急情况 安排三位测试员饰演亲人的角色 另一位测试员同时佩戴三款 不同型号的儿童智能手表 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实际场景进行测试 目前市面上的儿童智能手表 从几十块到一千块左右的都有 为了尽量确保测试的公平 我们选择了三款售价都在三百元左右的手表 分别是藏猫TMO Color 360儿童手表SER Plus 和智力快车S8 Plus 戴着三个手表 我们开始测试吧 首先我们测试的环境是郊外 华南农业大学的树木园 蹦到太荒的儿童测试员明明 迷失了方向不知踪影 虽然手上的儿童手表 似乎让他不太慌 但还是赶紧向亲人求救吧 救救 救命 爸爸爸爸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姐姐姐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三位测试员手机上 对应的app分别接收到信号后 开始兵分三路去寻找目标 我妹妹给我发了求救的信号 现在要找她 这个很近啊 而同智能手表的手机app会实时显示手表的位置 但不同手表的定位性能明显不一样 首先找到盈盈的是救救 她用过扛帽app的指示找到了她 随后是通过这立块车找到女儿的父亲 而姐姐因为受困于360儿童手表 极其飘忽的定位 而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 看完在郊外的测试情况 回到市区情况又如何呢 这一次盈盈在广州天环广场附近走失 在人流量极大的体育中心声圈 儿童智能手表能够在人群中准确定位吗 首先出场的是舅舅和她的糖猫儿童智能手表 在家外表现出色的糖猫 在市区似乎出了点问题 这次手表直接定位到商场里边 导致舅舅花了16分钟才找到盈盈 而父亲的智力快车则发挥稳定 手表的定位也相对准确 就在前面了 太好了 就是10分钟就找到了盈盈 盈盈 终于找到了 而之前表现欠佳的360儿童手表 在这里表现稍好一些 妹妹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酒店附近 会不会在里面 这导航是准确的 这就是万豪酒店啊 在这里啊 吓死我了你 你知道吗我定位到你是在酒店 酒店在那里 我还以为你在里面 姐姐用识14分钟就找回了妹妹 下一个测试场景是商场室内 这个场景主要是测试室内 不同楼层之间的定位问题 三位测试员分别站在不同楼层上 而盈盈就在富二层的展区游玩 360儿童手表和智力快车都出现了定位失败的情况 只有具备三重定位功能的唐猫表现相对正常 但定位方式不能手动选择 且在WiFi定位的情况下会有比较大的无差 虽然唐猫手机的定位让舅舅知道影影就在附近 但是定位本身不能识别楼层 因此在富一层的旧旧最后找到不二层的影影 还是要靠点运气 几个场景的测试下来 不知道他们对测试结果怎么看呢 它的定位非常的不准确 比如说在目标不动的情况下 每刷新一次它的这个定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在我测试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发现当佩戴者处于一个室内环境的时候呢 它的定位可能有信号并不是那么好 不过它在室外的时候呢 佩戴者与这个APP里面的定位的位置呢 还是比较相吻合的 它猫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首先它有大概10米的基础入差 其次呢它会默认选择WiFi定位 这个会让整体的定位效果大大之后 不过这款儿童手表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 它的APP会进行一个提示 会告诉你听 佩戴者是否将这个手表取下 或者是这款手表已经是使用了一个电量低的一个情况 自带的那个APP 那个导航非常的难用 因为它只会给你一个范围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圈 然后告诉你说你跟目标的这个范围大概有多远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去找目标的话 最好就是使用第三方的一些导航软件 这样子可能它会有一些轨迹告诉你没有偏差之类的 但如果说要我是否推荐负买的话 我的取财还是相对保守 虽然说它可能会在安全性能上可以给儿童一些保护 但同时不同程度上也侵犯了儿童的一些隐私权 如果是能够监控得到孩子所在的地方 这种防防于未然的东西 有好或是没有的 带带玩一下还好 但是如果真的是救人命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好用 从整体的测试情况来看 儿童智能手表的定位性能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一味依赖儿童智能手表也是不可行的 毕竟进行测试的三款手表都出现过定位偏差 甚至是定位失败的情况 若定位精度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 相信儿童智能手表在未来也能够让家长们完全感到安心